下来就是假设说使用者选完之后 按了选择这个按键 按下去之后就要计算出总金额 那金额就下在这个 金额就显示在这个label上面 这个标签 那程式算写的话呢 邮程大概跟前面一样点两下 button上点两下 就会产生button1 clicker的事件 也就是程式就写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去计算说 到底使用者他的这个金额是多少 那首先的话呢 我就宣告 先宣告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会改变就是总金额 那总金额的话呢 我今天假设我今天宣告一个叫total total的这个变数 s 那他的形态呢 当然不可能是自串 所以我们这地方的话呢 可以用什么呢 integer 把integer给他 另外呢 使用者他这个数量的部分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要取得数量 那我这边可以叫做 小色给他int好了 intQ好了 就是他的数量好了 s 那数量呢 当然也不可能是自串 所以给他integer 那这两个 现在有那个 毛毛虫虚线 表示说怎么样呢 他现在还没可以使用到 所以等一下使用了 才会正确 那如果说你希望刚开始就给他出死值的话呢 你也可以给他先给他预设值 出死就是零 或者他刚开始是没有东西 没有给他东西他就会产生错误 如果说你要避免这样的错误 你可以先给他一个出死值 比如说刚开始的这个金额跟数量都是零 接下来我们要程式撰写说 如果呢 实用者怎么样呢 他打勾 比如说呢 我今天这个界面上面呢 原位有打勾 那他就会去 跟数量相乘 会有个金额产生 就丢给什么呢 丢给这个total这个变数 那PISA如果有打勾的话呢 也是一样 去看他的数量有几个 最后才有总金额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去撰写这样的程式呢 接下来我们首先就是要去判断 那判断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用什么呢 if 应该还记得吧 如果if 那怎么判断 那个到底checkbox 有没有被打勾 所以我们指定什么呢 check chk 刚刚有个chk 那我要找的是 第一个是原位的 o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有没有被点选 他有个属性 点 后面有一个什么呢 其实大概猜也 可以猜 猜一下大概就猜 就是说 他有没有被点 点到 点到的话呢 就叫check 他如果有被点到的话呢 那 他里面的词 就会变成true true的话就是有打勾 false的话就是没有打勾 就是零 就是开关的意思嘛 有打勾就是true true就是有 没有打勾就是false 那我们判断 把这个判断式摆在这里的话呢 因为他有打勾就是true 所以呢 这边就直接 但你后面也可以等于true 等于true 如果是等于 大部分基本上不会这样写 那我只是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 可是大部分这个true 会把它怎么样呢 不写 因为预设值就是true嘛 所以 我们就不写这个 那 但 如果说他有打勾才去执行这个动作 and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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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